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货币银行学 夏 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要参考这个27奖 第15章的汇立的经济 依然第一个单年 那么在本奖当中 我们非常的高兴 邀请到这个林申品博士 来跟各位同学共同分享跟探考 有关这个汇立的相关的观念 跟理论的基础为何 好 请 刘教授好 各位同学好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参与刘教授 在这一个单元里面的一个讲课 那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参与的话 如果跟各位同学来一起 学习跟分享 好 谢谢这个林校长 那么有关于这个本奖 我们的重点有两个 那么第一个重点 我们来学习了解 这个汇立的相关的这个观念 那么第二个 我们来了解汇立决定的理论基础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给同学做一个分享 首先我们来了解探考说这个汇立的这个导论 那么这个汇立导论当中 那么我们首先来探考汇立的相关观念当中 我们分了七个城市 来给各位同学做一个介绍 那么首先给同学介绍说 外汇跟这个外汇的市场 那么什么叫外汇呢 外汇就是说作为国际支付工具的外国通货 也就是说用外国通货来表示我们的债钱或债务 出口我们就拥有债钱 那么进口我们就互有这个债务 也就是说不是本国货币 所有一切的外国的通货 包括这个现钞 包括以外币表示的有价证件 以及具有对外请求钱的一些物资 一般我们都把它叫做广义的外汇 好 那么什么叫做外汇市场呢 当然更简单的 就是说外国通货买卖的场所 所以说现在国际间的外汇市场同学了解 它是一个无形的市场 而且是天天后的 一天二十小时 就在全世界各地的金融交易中心 在作为外汇通货的一个买卖 那么通常外汇市场交易的标准就是汇利 所以汇利就是说购买外汇的一个价格 所以各位同学就可以了解说 汇利的这个高低可以影响到一个企业的生存 也可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方向跟走向 甚至严重的话 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存亡 所以说汇利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跟过去我们所讲的利率的物价的汇利 会影响一国的经济活动 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水准 所以说一个好的货币政策必须能够有助于利率物价汇利的稳定 因为它的稳定才有办法协助经济的发展 好那么再来第二个给同学做一个分享 就是说外汇这个一般所讲这个交易的也就是货币 那么外汇交易的货币依自由化的程度给同学问的三种 并不是说所有外汇都可以在市场交易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外汇这个进出自由的货币 第二个是外汇管制的货币 第三个是外汇局部管制货币 好那么什么叫做外汇进出自由的货币呢 比如说这类的外汇它没有限制 它可以在国际间的市场自由进出来买卖 像现在的美元欧元日币英镑 未来我们的人民币大概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办一个角色 大概是未来的 那么第二个的外汇管制货币 这个外汇管制货币也就是说 你购买这个外汇一定要合法的文件 因为中央一样是管制你的这个进出的 这是外汇管制的货币 那么第三个的就是说外汇这个管制的 这个就是局部的管制外汇 比如说政府基于一些贸易上的需要 像现在人民币跟这个台币 像我们中华民国有这个五本金的远期外汇 什么叫五本金远期外汇 就是说你虽然没有交易行为 但是你可以参与这个市场的这个买卖 那么但是也就有一个额度 所以它流动性还是不过的 所以这给同理理解说 一般我们所讲的外汇 因为我们的定义上既然是作为国际支付工具的外国通货 所以大概都是美元欧元英镑 还有瑞士法兰日币等等 因为这些都没有限制可以自由进出的 也就是现在我们在国际间每天 我们的外汇成交量大概将近两兆以上美元 那么大部分都说是这些币币 所以这一点顺便给同学一个分享说 未来你这个人民币想在国际舞台办一个角色 你必须要办理说外汇的这个进出要很自由 你这个条件它才有办法 尤其像现在各位同学要了解 美元在国际间它不但办理一个交易的媒介 交易的媒介 而且它本来是一个一般说准备的货币 干预的货币 但同学要了解 现在美元已经提升了战略的货币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透过这个战略货币 它可能会很容易去冒犯侵犯一个国家的费地稳定性 从而影响到它经济的发展 这是各国中央议党必须在谨慎面对以待的 因为现在各国为了救经济都在用这个印钞票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 必须提早施谋对策 有助于国家经济的稳定 或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会波及到一国经济的这个发展 好 那么再讲第三种 那么第三个观念 也就一般所讲的这个外汇的这个交易的形式 那么通常外汇的交易形式有两个基本的形式 一个叫做集企这个交易 Spot Transaction 一个叫做远期的交易 那么这个集企交易就是说 你成交后的第二个两个营业日 成交后的两个营业日 把你交割的费力的交易 通常礼拜一成交 那么礼拜三 那么这个地方同学要了解一下说 这个集企交易有两种方式 一种银行对客户的 通常是属于当日的交割 当日的这个费力 那么它的集企的是用当日的这个费力 那么银行对银行 才用成交后两个营业日 所以这个观念上同学都要了解 那么至于说远期交易的 也就是说你成交后的任何一定时日交易的 我们叫做这个远期交易 也就是说你礼拜一交割 那么礼拜四以后交割的都叫做远期交易 那么远期交易的费力的 当然叫做远期费力 不过一般在用上同学要了解 也有两种 银行对客户的通常银行的报价都采取 直接报价 也就是他直接把远期的费力 把买入跟卖出的直接报出来 那么至于说银行 对银行的这个远期费力 通常采用点数报价 也就是他直接报出说几点几点 如果说前大后小 一般是说把这个集企会用减的 前小后大一般是用加的 因为在观念上一般银行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说这给同学做一个分享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再给同学讲第四个所有关 这个费力的报价方式 那么通常这个费力的报价方式 在实物上一般都采取这个双向报价 叫Two-Way Quotation 那么双向报价有一个买入的汇率 跟卖出的汇率 那么通常买入汇率会比较低 卖出汇率会比较高 然后银行来赚这个差价 当然这个差价的多寡 决定银行经营的这个迹象 所以同学要了解一下说 通常是站在银行的立场 买入汇率 对客户来讲就是你的卖出外汇 那么银行的卖出的就是你的买入 所以通常说银行会买低卖高 那么来赚这个差价 所以在实物上银行都采取双向报价的方式 那么再来我们讲第二个观念 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一般所讲这个汇率的标价方式 那么汇率标价方式有两个方式 同学要记住一下 一个是表达方式 就是冠例上汇率标价的这个表达方式 及被报价货币应放在报价货币的前面 如USD-TWD 那么同学要注意 一般我们在经济日报 在共产日报 通常我们都在标示方式好像不按照这种规定 因为我们是已经跟国际接轨的 其实这是国际间的一种惯例 你的被报价货币 也就是一般俗称的商品货币 也是一般所谓的基础货币 那么什么叫被报价货币 就是衡量其他通货价格的一个货币 例如像USD-TWD 表示说美元是商品货币 也是被报价货币 也是基础货币 也就是一块钱美元 可以兑换多少块钱这个台币 所以变成说台币是报价的货币 也就是美元是商品 台币是价格 所以这个表达方式的同学都要了解一下 那么至于说一般货率的标价的方式 通常有两种 一种我们叫做应付货率 那么应付货率也叫做一般说价格的报价法 也就是一般所讲的直接的报价法 就是说一单位的外国货币 可以兑换多少单位的本国货币 所以这个应付货率 其实叫做一般说美元的报价法 所以目前在国际间的大部分都是用应付货率 也就是说一单位的外国货币 可以兑换本国多少 所以目前我们这个台币的表达方式 是用这个应付货率法 应付货率同学了解 那么再来第二是说应收货率法 应收货率法也就是一般所讲的数量报价法 也就是一般所讲的间接的报价法 也就是欧式的报价法 比如说一单位的本国货币 可以兑换多少单位的外国货币的方式 那么通常是属于大英国协的成业 它是用这个应收货率法 像欧元、英镑、澳币、澳币、南徽币、纽币 大部分都采用这个应收的货率法 是间接的货率法 所以同学要了解一下 那么再来说 有关于这个货率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衡量方式 那么通常有一个基本的公式最简单 也就是外币升值或贬值的百分比 是等于计算期的货率 减掉基期除以基期的货率 乘以100% 所以正值正的号的话表示升值 货值表示贬值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要给同学做一个分享 一般我们在评估这个货率的升跟贬当中 你用这种方式最清楚 你就可以了解说 到底你的货率应该朝向升或贬 因为同学你要了解说 升值 代表说我们本国货币对待价值提高了 也就是说你一单位的外国货币 所兑换的本国货币是减少的 如果说以应付费率的方式来讲 那么如果说贬值的话 就是说你的对外货币就要降低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贬值类 当然一单位的外国货币 可以换很多单位的本国货币 当然是站在应付费率法 如果应付费率法的话 升值刚刚颠倒 你一单外国货币所能兑换本国货币 就减少了 就减少了 那么贬值就增加了 所以这个观点上同学了解一下说 有关这个升值贬值要记住 因为你升值有助于进口 不利出口 贬值有利出口就不利进口 所以有关这个升贬 其实也不是一般所讲的 是相对 一般结对的是相对的 所以有关这个问题 我们来请林博士说 有关你最近说这个费率 到底它有什么 怎么决定呢 以及它的作用是怎么样 那么请林博士讲一下 好 那刚才刘教授已经就费率的一些定义 跟它的一个决定的话呢 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说明 当然我在这里的话 也在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来跟各位同学呢 再分享一下 让各位同学呢 更容易了解更容易记得 那也就是费率的话 很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外国的货币 就外费啦 外费 外费是外国的货币 那费率的话呢 也可以很简单的讲 是外国货币的价值 跟我们本国货币的价值 它的比例到底怎么样的 当然很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刚才刘教授所讲到的 那是所谓的应付费率的这一个表达方法 那到底呢 一块钱美金 比如说我们台币跟美金来讲 到底可以换算了多少块的一个台币 多少块台币 那也就是1比25这样的话 那这样比下来的话呢 大概呢 就是我们呢 费率的话呢 就是那1来除25的话是0.04 就是一个应付费率这样的情况 那刚才所讲的费率的增降 有时候的话 很容易不能够让一般的人了解 那如果用贬值 本国货币的贬值或升值 来表达这个费率的增降的话 大概从刚才的应付费率的一个定义来讲的话 那因为如果台币贬值 那就是说1块钱的美金 可以换到更多的台币 更多的台币 那所以这样比起来的话 我们费率就下降了 就下降了 因为就分母的话就比较多 可以换用比较多的这一个 一个美金可以换比较多的台币 就是一个贬值 那在费率来讲的话 因为分母比较大 就比如说是1块钱变成30块钱的话 那这比例的话呢 当然就更高了 那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一个费率应该怎么决定 应该怎么决定 那如果纯粹从这一个经济的一个 供需的原则 市场的机制来看的话 那应该当然可以从这一个外国货币的一个供给跟需要 来加以决定 来加以决定 那比如说很简单的 对于外费的一个供给量来讲的话 当然是由所谓的本国财后劳务的失吃 就会增加这个外费的供给量 还有资本从外国流进来 比如说外国的企业到我们本国来投资 那我们的这一个外费的话 这个也会增加 那另外的话是比如说 本国人民从国外呢 把外费废到我们本国里面来 这个当然会增加我们这一个外费的一个数量 那当然更简单的 如果说在整个外费市场来讲 那中央银行如果抛售这一个外国货币的话 当然直接就增加这个供给量 那当然的话 在需要量来讲的话刚好相反 就是说如果是进口的话 那我们就要付出外费 所以外费就减少 还有我们对外投资的话 那资本流出也会减少外费 那如果我们本国外国的从我们这边的资金 那如果是外国货币 汇到国外去的话 比如说我们到美国去流血 或其他的一个族女的一种生活情况的话 那父母亲的话 从本国把这个钱汇到美国去的话 那这一个外费也流出去 那当然在外费的市场里面 中央银行也可以操作 那它可以买进外费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外费的这一个需求量也会增加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由于外费的供给跟需要 供给需要来决定这一个 外费的一种汇率的高低 那既然这样的话 有刚才的进出口 资金的流入流出 还有一个一般的外费的一个 来移转的一个收支 还有中央银行的一种买卖 所以这个显然可以显现 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一种 规模的大小 以及它的国数的强弱 那更可以反映 一个经济的发展的一个程度 那跟经济的结构 所以说如果我们对外费跟会议的一些 做一个比较详细仔细的观察跟研究的话 那大概可以了解 这整个经济的一种发展状况 所以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谢谢林教授 好 因为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同学 刚才林教授所讲 各位同学都很清楚说 会议它决定是按经济学的观念 是决定外汇的公息 外汇的公息 那么会议当然它可以表达 一个国家货币对外这个强弱的指标 也可以显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 所以升值代表这个国家经济潜力很好 这个国家对外的价值提高了 那么如果贬值 即使告诉我们说 这个国家经济潜力变弱 那么对外价值变低 所以同学要了解说 这个升扁是相对的 不是结对的 而且升扁大家了解一下说 到底它用应付费率 或是应收费率 它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如果说说应付费率 一块钱外币 所说兑换的台币比较少 那叫升值 对外比较多是扁值 那么如果说应收费率刚才颠倒 一块钱的本国货币 所兑换外国货币 越多就要升值 越少是贬值 所以同学你在实物上了解 它是应式的表达方式 还是美式的 好 那么再来我们进一步 给同学们分享说 这个费率决定的理论为何 这费率 刚才这个林博士给同学讲 按照经济写上来讲是公息 但是按照理论来讲 各位同学们我们可以理解 有关于这个费率决定的理论 非常的多 像这个购买率评价收 还有国际收支收 还有货币收 还有利率评价收 还有益期心理收 还有资产组合的管理收等等 但是因为理论很多 我们为了清晰起见 我们用两个协收做代表 购买率评价收跟利率评价收 那么购买率评价收 它是站在长期 那么利率评价收是站在短期 好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 购买率评价收 这个购买率评价收的观念是说 希望透过物价来反映我们的费率 所以它基本的作用有四个 第一个它可以衡量两国货币的兑换比例 第二个它可以提供一国稳定费率的基础 第三个它可以了解市场的费率 跟这个金能费率的拐离的程度 那么第四个它对这个长期费率的预测 既有一定指引的作用 尤其在这个作用当中的第二个最重要 也就是它可以提供给中央营兰一个强烈的信息 你要稳定费率 你首先要先稳定物价 因为物价不稳定 费率很难安定 这是一个非常相对的一个观念 所以说为什么一个国家物价上涨 这个国家为了能够避免我们出口处在不利的场合 因为物价上涨 你对外的竞争力就下降了 希望透过费率的贬值 那么来弥补厂商竞争的弱势 起码可以弥补它因为成本的上涨 而有所这个什么一般所讲的这个帮助 所以通常的费率的变动 对一国经济来讲是具有一个调解的作用 它不是干扰 这观念上要了解 那么有关这个费率的购买力评价说 有两个观念 一个是绝对购买力评价说 这个绝对购买力评价说 它是认为说 均衡费率是决定两国的物价水准 两国物价水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均衡费率就等于说 本国物价水准除以外国的物价水准 由此各位同学可以了解 均衡费率跟本国物价是同方向的变动 跟外国物价是同方向的 所以为什么各位同学 一个国家拿物价上涨 该国的货币要增加要贬值 就是说外国货币的费率会提高了 本国货币的价值就降低了 因为货币是相对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有透过费率的贬值 来弥补价格的不利的一个冲击 如果说本国物价下跌了 那么我们出口旺盛了 外国物价不变 那么台币就要升值 也说透过这样简单模式 可以提供你了解说 有关费率到底要升或败 的一个很好的指引的一个作用 那么第二个的是相对购买力评价说 这个相对购买力的评价说 最重要是说金痕汇率 它是决定两国的相对购买力 也就是说现在金痕汇率是等于 旧的金痕汇率乘以本国物价水准 除以外国物价水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以及的相对购买力就是说 因为每一个国家物价表达方式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比较稳定的机器来调整 如此的比较能够真实反映到一个国家的真正的一个购买力 如此所产生的费力才比较真实的 如果说我国的物价上涨率比这个美国更多 例如说台湾物价上涨是105 美国物价上涨率是120 那么各位同学就了解 美国物价上涨率比较高 台湾比较低 所以台湾的出口竞争率就比较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了弥补美国物价上涨这个不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台币就要升值 透过升值 才有办法弥补美国 因为它竞争率的这个肉 所以由此给同学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果跟果之间都是对等的 都要相互的 否则的 如果说你台湾顺差过多 美国逆差过多 到最后美国也没有能力 来买你的台湾的产品 那台湾的产品你过多 销路就自销了 纯粹就太多了 资金纪要都太重了 到最后台湾还是要自私恶果 所以果跟果之间 其实应该是互惠互助的 人跟人之间也应该如此同理心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社会上这么乱 因为就是说在自私自利 果跟果之间 为什么这么不和谐 也是自私自利 所以这给同学一个分享 如果说人类的自私自利太重 那么灾难绝对会产生 所以人一定要一种互助的 相助的 而且要利他心 做什么事情 要有考虑到别人的利益 别国的利益 那个同理心 它也有办法真正创造 经济的和谐 跟环荣 跟幸福 那么再讲第二个观念 就是说利利的评价说 这个利利评价说是凯恩斯所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它的定义就是说你的远期汇率跟极起汇率的差距 以极起汇率之比值刚刚好等于两国短期的这个差距 所以它有一个公式就是说 F-S是远期减掉极起除以极起等于 本国货币减掉外国货币 所以这个很等于我们叫做利息的评价条件 如果这两个不等利率的高低 它就可以调整 例如台币利率比较高 那么国外资金一定会流入台湾 所以台币一定会升值 反过来讲如果说一般时候讲的 它这个一般本国的利率跟利差 跟汇率的这个差距 反正它不一样 一定会透过套汇或套利 两者相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给同学做一个分享 因为时间关系 那我们这一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林博士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